哈囉大家好,我是PonPon 前陣子我們帶大家搶先把玩了HTC 2019年的第一款新機 U19e 而稍早我們也取得了兩款顏色的時機 來幫大家進行進一步的實測 HTC U19e的機身尺寸是156.5x75.9x8mm 重量是180g,整體的手感還算不錯 這邊配備6吋18.9的FHD Plus OLED螢幕 而且還支援HDR10播放 因為沒有瀏海或挖孔等等的特殊設計 所以螢幕的佔比並不是這次的重點 前鏡頭是2400萬畫素F2.0 一旁還有一顆200萬畫素的紅膜變式鏡頭 按鍵都位於機身的右側 雖然是U系列,不過U19e並不支援握壓操作 三學二設計的卡槽在機身的左側 支援4G加4G雙卡雙待與MicroSD擴充 傳輸附的是USB-C 3.1規格,支援DisplayPore 沒有3.5有機孔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U19e擁有BUNSHOT HIFI雙喇叭 兩個揚聲器分別位於聽筒以及底部 BUNSHOT音效則有音樂與劇院兩種模式 播放的效果我們來實際聽一下表現 HTC U19e共有超凡子和鮮核綠兩種款式 其中超凡子擁有部分半透明的設計 並且帶有金屬光澤的漸層質感 而鮮核綠則是針對女性消費者規劃的 莫蘭迪色柔和色系款式 概念是覺得鮮核綠看起來蠻特別的 有一種相當高雅脫俗的感覺 超凡子的設計相當有辨識度 透明的部分雖然可以看到背蓋底下的東西 不過就像區塊鏈的手機X-1一樣 所看到的並不是真正的晶片 甚至也不是立體的夾機板 而是完全平面的貼紙 而且質感近看的話實在是稍嫌粗糙 連上面文字印刷都覺得有點糊糊的 當初在看到X-1的時候就已經抱怨過這件事 不過這次U19E還是用了同樣的方法來呈現 看起來完全沒有進步 實在是讓人覺得非常的可惜 所以比起超凡子 我認為還倒不如選擇鉛核綠 雖然沒有透明的設計 但至少質感的確是很不錯的 主向機是雙鏡頭設計 上方是2000萬畫素的F2.6長焦鏡頭 底下則是1200萬畫素的F1.8標準鏡頭 支援兩倍光學焦段切換 以及PD-AF相位對焦 背面中央可以看到指紋辨識器 U19E的作業系統是Android 9.0Pi搭配HTC Sense 這是首度支援的鴻膜辨識 提供不一樣的解鎖選擇 掃描的速度也還算快 就算是低光源也還OK 在目設定的地方可以調整色彩設定檔 兩種都可以再點進去針對冷暖色調做微調 手勢操作支援按兩下電源鍵就能快速啟動相機 或是同時按下電源鍵與調高音量鍵 就能快速將鈴聲轉為震動或靜音 遊戲助理是這次主打的功能之一 遊戲時可以屏蔽干擾 或是幫忙釋放記憶體來提升遊戲的效能 也可以把螢幕觸控或按鍵列鎖定 或是進行遊戲畫面的截圖或錄影 遊戲錄影的部分 除了會截取遊戲的畫面和音效 同時也會錄下玩家講話的聲音 效能部分 U19E搭載高通S710處理器 內建6GB RAM、128GB ROM 使用安兔兔跑分約17萬分出頭 屬於中等水準 電池容量是3930mAh 並具備QC4.0快速充電 以PCMark來測試電力 這邊採用六號會的測試數據與標準 成績為13小時又32分 算是蠻不錯的表現 最後來看到相機 這次加入了AI場景功能 會自動調整畫面的色彩、亮度、銳利度等等的參數 不過這次的相機速度並不快 雖然有PDAF 不過整體的拍照節奏還是感覺拖泥帶水 這個情況在夜拍會更為明顯 接著我們就直接來看實拍照 所有的原圖我都會放在網站上面 大家可以點開底下說明欄的連結進去查看 最後來做個總結 HTC U191的外型還不錯 尤其是牽合綠的部分 超繁殖整體還行 但是經不起近看 主要是那個貼紙的質感 實在是讓人覺得不夠用心 功能方面 遊戲助理真的還滿實用的 紅魔功能的部分就見仁見智 效能不會是這款手機的強項 不過電力表現就很不錯 拍照方面整體畫質普通 色彩因為有AI 算是有加分 不過整體速度偏慢 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那以上就是這次HTC U191的開箱實測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才能在第一時間接收到最新影片喔 我是劉胖胖 我們下次見 掰掰